嗨,今天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和NPT父母相处的一个思维模式 这个思维模式我不能说它有多么的牛逼多么的顶级 但是你听听我下面的这个推导逻辑 你就可以豁然开朗 至少你能够接受你有一个这样的父母 我也会帮助你去接受你永远无法成为NPT幸存者的这个事实 好吧,下面大家跟上我的思路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使命的 你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一个雪包源源不断的给你的NPT父母供雪 而你的NPT父母的使命是什么呢 他们的使命也非常简单 就是从你的身上吸血 就是要精神虐待你 就是要控制你,打压你 所以你们双方的这个平衡就达成了 然而你把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想象成一个游戏的话 你就可以在游戏里面去选择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游戏里面都是有等级的 有青铜有王者 我们在小的时候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只接触过自己的父母 我们会觉得这种打压式的教育 这种PUA是非常正常的 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这样的 每一个父母也都是这样的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接受了教育 我们交了朋友 我们自己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化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这样的父母是不正常的 当我们觉醒的那一刻 游戏的角色就可以发生改变 如果你的父母是青铜 你又是一个王者 那么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你完全可以控制这个游戏的模式 你可以让你的NPT父母暂停这个游戏 你看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你甚至可以成为这个游戏的开发者 可以有能力去暂时终止这个游戏 如果大家听明白了 大家跟着我思考一个问题 是NPT父母更需要你 还是你更需要你的NPT父母 如果你是一个未成年人 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收入 你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答案当然是你更需要你的NPT父母 即使你已经觉醒 你已经知道他们是有毒的 但如果你已经可以独立思考 你在经济上也已经独立 那么你就可以让这个游戏的玩法 变得不一样 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出来作妖的NPT父母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 当然 我们可以远走高飞 我们可以远离他们 我们可以把他们拉黑 我们可以只给钱 但是人不出现 一切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变成了一个能量强的人 如果是你能量足够强 你现在就可以站在他们面前 去接受他们的羞辱 接受他们的谩骂 以及他们的打压 如果你能量不强 我劝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等于羊入虎口 为什么我说你要去接受他们的打压 接受他们的精神虐待呢 因为他毕竟是你的父母 我们自身不是NPT的话 我们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背弃了亲情的人 所以我们要修炼自己 让自己足够强大 能够去接受NPT对我们的这种羞辱 其实一个NPT的伴侣 和一个NPT的父母来讲 他们的杀伤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NPT的父母会伴随你的一生 你们之间的这种较量 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因为只有有一方失去了生命 这个游戏才会结束 但是如果我们在游戏里足够强大 我们甚至成为制定了游戏规则的人 那么我们在玩去这个游戏的时候 就相对轻松 当我们能量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游戏 我们让这个游戏继续 当我们能量弱的时候 我们退出游戏 我们可以冷眼旁观 你可以认为这个游戏真正的终结 是在父母走了的那一刻 其实不是 你要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幸存者 因为即使他们不在了 他们给你的这个伤也还是在你的心底 它会隐隐地作痛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拿了这个世间最难的剧本之一的孩子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悲剧 当我们足够强大的时候 我们看清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们可以选择进入游戏或者推出 这就像我们生在了一滩淤泥里面 一旦我们头朝下倒下了 那么我们有可能窒息而亡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化成一颗种子 在淤泥里面发芽 长出一颗明艳的花朵 正好向着阳光去开放 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就此不同的 所以你要相信你会有好的人生 但你也要知道一个事实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NPT幸存者 你也永远不可能主动终结这个游戏 你只是有能力把这个游戏暂停而已 比如过年的时候不回家 比如不接他们的电话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NPT最恐惧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是他的血包不受控制了 第二是他的名声坏掉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 所以这两个方法我们可以用 但只是终极大招 你要知道如果用了就是杀底一千 自损八百 大家有没有看过都挺好那部电视剧 里面那个苏明玉为什么在最后那段时间 会返回到他的父亲身边呢 我想也许对于苏明玉来讲 他看到这个游戏的终结 是对自己心灵的一个救赎 很多时候在我们外人看来 无法理解的一些决策 其实都有一些内在的心理机制的驱动 我相信苏明玉做这个选择 并不是为了让大家都说得好 或者都去骂他 而是他在完成自己内心最后的救赎 救赎过后他会获得新生 好吧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觉得我讲NPT的知识 比讲留学能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这个系列我会一直做下去 希望你能够开心快乐 这个世界是爱着你的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 很快再见啦